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假星星,我是星星 今天是大年初一,虎年的第一天 在这里先和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新的一年和江健康平安,整年顺顺利利 也希望疫情可以早日结束,让我们回归正常生活 先前我预告过年期间会制作春节特辑 我想来想去要做什么主题 然后我发现大家对清朝的事物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些关于紫禁城的小故事和大家分享 那既然昨天刚刚吃完团圆饭 今天春节特辑的第一集 我们就来聊聊紫禁城里的千人大饭局 在清朝的紫禁城曾经大张旗鼓的举行过千人大饭局 主办者呢还是皇帝本地大清最高领导人 在紫禁城大摆宴席 而且不是只有王公贵族皇亲国戚可以参加 就连一般的老百姓也会在受邀名单中 这就是紫禁城千人大饭局千首宴 千首宴顾名思义就是为老人举办的宴会 那皇帝为何要请老人们吃饭呢 第一是高寿的皇帝要与同样强寿的老人们一同庆祝 第二一个国家的老年人口多就代表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所以也有彰显皇帝治国有方之意 而且举办千人的大宴会所废不知 所以还得是要处于盛世时才有可能举办 要满足以上的条件显然是非常的困难 清代实际上也只有两位高寿的皇帝各举办过两次 一共才办过四次签首宴 这两位皇帝呢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祖孙 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 清代第一次的签首宴是在康熙52年举行的 这年农历三月是康熙皇帝六十大寿 许多地方官员平民百姓都涌入京城为皇帝祝寿 康熙皇帝大喜就下令呢在北京畅春园 设宴款待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康熙皇帝还规定年纪在十岁到二十岁之间的 皇子皇孙和忠世子孙们都要亲自向长者敬酒祝寿 宴会呢一共分成两天举行 参加的人数将近两千人 这也是清代四次签首宴唯一不在紫禁城举办的一次 康熙六十一年西元一七七二年 适逢康熙皇帝执政满一家子 再加上康熙皇帝这年六十九岁 所以为了皇帝七十大寿暖寿以及庆祝大清盛事 这年的真月在紫禁城前清宫举行了第二次的签首宴 宴会呢一样分为两天举行 一共邀请了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一千零二十人 在宴席中康熙皇帝亲自做了签首宴师来为长者们祝寿 签首宴也就因此得名 流传后世的康熙三杯酒 据传就是来自于这场签首宴 在宴会上康熙皇帝敬了三杯酒 第一杯敬他最尊敬的皇祖母 孝庄太皇太后 第二杯敬文武百官和天下万名 第三杯酒康熙皇帝敬给了曾经的敌人 敖拜镇金戈尔丹等人 康熙皇帝说道是他们激励了我 打造出大清盛事 当时十二岁的皇孙宏历 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也奉皇爷爷之命于席间为老人们争酒 因此对乾隆首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清朝第三次的乾隆首宴 就是凡事都向祖父看齐的乾隆皇帝 在乾隆五十年举办的 这次举办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乾隆执政达到五十年 第二乾隆皇帝的玄孙诞生 大清皇室五代同堂 第三乾隆皇帝下令编撰的四库全书 也宣告完成 再加上此时清朝的国力可以说是达到了巅峰 于是乾隆皇帝下旨 在乾隆宫举办超过八百席 一共三千人参加的大型盛宴 此次乾隆首宴最高龄的长者 是一位一百四十一岁的福建亲赐近士郭忠岳 乾隆皇帝还和大学士纪小兰做了一首对师 赠予这位超高兽老人 清朝最后一次也是最豪华盛大的千首宴 是在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正月4日 与紫禁城宁寿宫皇籍殿举行的 此次千首宴非常的盛大 因为这年康熙皇帝已经86岁了 并且刚刚将皇位善让给皇叔子永远嘉庆皇帝 所以为了庆祝乾隆高授、善位以及家庭帝的即位 就举办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千首宴 参加的资格是满60岁的三品上官员 满65岁的三品下官员 以及所有70岁以上的长者 据记载这次参加的老人有3056名 没有席位的受邀者更是高达了5000人 因为人数众多又是于寒冷的正月举行 于是宴会的主菜单就改为乾隆皇帝最爱吃的火锅 这样既可以免掉人数众多上菜容易冷掉 也让老人们可以边吃边暖身 火锅的食材呢 当然包含了山珍海味 鹿肉片、山鸡片、鱿鱼卷、野鱼肉等等 使用的火锅数量据记载更是超过了1500格 此次宴席的花费包含餐食、酒水、长者们往来京城的交通费、住宿费 遇赐的养老银牌、筹办宴会文武百官的奖赏等等 估计至少花了100万两以上的白银 当时清朝一年的税收也才不过5000多万两 这笔费用也相当于一支5万人军队整年的开销 于是在乾隆皇帝之后除了再也没有高寿的皇帝 大清也再也负担不起如此庞大的花费 前首宴就此成为绝项 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紫禁城小故事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我们明天初二再见 拜拜